2013全中运的系列报道 今天要来看的是 宜兰详情最大的期待 就是要把金牌留在宜兰 要说到宜兰县最热门的 夺金项目 不能不提体操 宜兰县体操代表队 在过去历年的全中运当中 一直都是最大的赢家 2011年甚至一举夺下八面金牌 南瓜有国中男生所有的金牌 而今年的表现如何呢 一起来看看他们最后集训的情况 距离全中运只能够到一个礼拜的时间 清理节连续四天的假期 宜兰县体操代表队继续翻滚 宜兰县体操代表队 历年来都有很好的成绩展现 2011年全中运更是一口气夺下八面金牌 南瓜国中男生组所有的金牌 而今年的比赛阵容同样十分坚强 国金不在华夏 重点在于要拿几面金牌 这一次的阵容 主要的阵容 最主要阵容我们现在就一样 国男两股高男女两股 然后国生女生 国也是一个人 然后她是算比较特别 然后在男生的部分我们都有成队 然后这一次在整个 在放我们来评估的话 其实每一股都还蛮有希望的 我们比较强项的项目大概有哪些 我们目前在评估上 像团体跟全能 然后还有地板 双杠 单杠 吊环 像马 其实整个评估起来 每一项都有多台的机会 可是最主要就是还要等到 就是当场 那个选手的临时表现 才比较能确定 真正的实力是如何 那我们今年的目标 是拿到几面奖牌 目前暂定设定是在差不多 应该可以四金那边 在四面金牌 然后当然我们希望能在网上 增加那金牌就是这样 今年的比赛选手当中 有人身金百战 有人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 也有人不小心在赛前受伤 不管如何都期待在比赛当时 能够有最好的临场表现 因为这是受伤 受伤 有受伤哦 就是尽力把它做 尽力把它做 你的最长项是什么项目 什么动作 跳 跳嘛 那你的 我们有信心拿到奖牌 金牌 那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金牌 那这段时间最后的冲刺 有没有做什么样特别的训练 就动作的加强 就是 你是第几次参加全国比赛了 很多次了 很多次了 那过去有没有拿过什么好成绩 最好的成绩是什么 叫金牌 拿过金牌 什么杯的金牌 全国赛 全国赛的金牌 那这一次在比赛你是参加什么项目 全能 全能 那你有没有把握可以得奖 那这一次比赛有没有信心拿到脚牌 算有啊 那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金牌 加速冲刺 跳马翻滚一气呵成的流畅动作 教练说 比赛当时如果能够有相同的表现 拿下金牌 理所当然 宜兰新闻记者黄文竹 开放报导 一 二 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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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